你們到底是怎麼看來的? 人類最悪的MASTER 屁咧 蓋迪亞你知道這次劇場版 騰灣立香用什麼隊伍去打嗎? 三星也有亞利山大 桑松 槍大公 傑羅尼諾 月神 阿迪拉 炎骷王 鑽薩瑪俠才八位從者 我就問你各位 沒有孔明 沒有梅林 沒有C狐 沒有薩狐 當然也不會有什麼術傻 帶著沒有CBA跟斷了獎 沒有兩樣的伯爵 有辦法打通遊戲最終上嗎? 大家好 歡迎來到秀秀秀的頻道 我是阿修 前幾天去看了這次FGO劇場版 冠位時間神殿 索羅門 那不免俗還是來做一下這次的新德文 以下會有雷的部分 建議觀賞完電影再做欣賞 當然如果你是想看我們 讀完這個影片再去看電影的話 那你可能要早一點了 因為電影可能很快就會下架 這次的電影版新德嗎? 嗯... 也是一言難盡 也不是說它不好看 該有的都有 但就如同一如往常的FGO系列動畫的問題一樣 就是差了那麼一點點 尤其是費者系列有優輻射這個高標準 不敢說能拿來跟HF比 但至少不能比UBW差吧 當然如果你是要跟被小太刀摧殘過的第六張動畫比起來 這次的劇場版當然還是不錯看的啦 劇情就跟遊戲差不多 這邊不再敘述 比較大的變動點是這次多了達文西講為了騰完立香 準備了戰鬥專用的概念與裝 可以進行七次的從者召喚 再對上雷夫教授用了三次 對上蓋提雅用了四次 這個從者召喚有兩派說法 一個說法是召喚出來的從者都是隨機的 另一個說法則是說召喚出來的從者是由立香本人自己決定的 我個人是比較偏向後者 畢竟召喚軍神阿提拉的時候 很明顯的是由立香的意志決定的 而最後一名從者 冠位男友伯爵登場的時候 也讓人滿開心以及驚訝的 本來在遊戲的最終章 廢氣孔登場時 伯爵帶領著一票限定以及活動的陰靈登場的段落 如果硬加在劇場版會顯得突兀 好在動畫組還是讓伯爵小小加了一點戲 畢竟他可是廢氣孔唯一和主角有互動的從者 然後嘛 嗯沒錯 人類真的是可以守思魔神王的 最終這張劇場版的離香應該可以直接當從者召喚了吧 他連馬修的盾牌都可以拿來砸了耶 說真的還蠻帥的 雖然這邊演出又不是直接把它砸下去 而是在那邊切畫面 讓人有點...不知道怎麼講 不乾脆嗎 因此這邊就要來說說這次劇場版比較明顯的缺點了 那就是 罩本宣科 沒錯 雖然搭配上華麗的從者圍毆戰 一組離香單人挑戰人類2 馬修的nice body 爭得振奮人心的師爺 迷路大活躍 來定格爾對全人類2等等的優點 也無法掩蓋這次劇場版 打蓋提亞的段落 改編篇幅實在太小了這點 整段對戰呢 就是蓋提亞在那邊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邊打邊講邊打邊講 雖然台詞都是直接把遊戲內容直接照搬過來 你不講觀眾可能也看不懂沒錯 但電子小說跟動畫的表現上就不太適合這樣子 那例如馬修犧牲的場景好了 這個時候觀眾的心情應該是沉浸在馬修犧牲的壯烈感 而不是蓋提亞在那邊哀悼馬修 誒不是啊 你跟馬修很熟妮 當然 森幅配得非常好 是可以稍微掩蓋掉這個尷尬沒錯 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蓋提亞的森幅是三田治和 沒錯 就是阿銀和阿虛的森幅 跟我一起去看的朋友在看完電影出來 就跟我說 蓋提亞在那邊發表演講的時候 我滿腦子都是阿銀在那邊講幹話 害我笑到飲料都噴出來 此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醫生出來開寶具的段落 沒錯 在這個馬修壯烈犧牲之後 醫生出來壯烈犧牲 換取蓋提亞的威權崩壞 這麼嚴肅的場景 劇場版動畫就只是把蓋提亞打飛出去 然後講了一句話 這改變不了了什麼 不對啊 它是有改變的啊 醫生讓你的權能還是神權 還是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消失了啊 因此醫生才會跟著消失啊 什麼叫這改變不了什麼 後面被南丁可爾對全不就代表了你的能力消退了嗎 不要讓醫生犧牲的覺悟搞得這麼沒有意義好嗎 我看到那邊整個傻眼 明明應該是很壯烈的犧牲場景 演得好像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難道是我信仰值不夠嗎 當然後面的戰鬥還是非常熱血 從者的威歐戰絕對是一大亮點 即使是費德系列也很少有這種大家一起打一個BOSS的段落 雖然這段我看的時候還是很想大喊 黎香你找錯從者了啊 快把半死雪城B叔叫上來 讓蓋提亞知道人理最終防衛線的厲害啊 之類的想法 但沒關係 後續 黎香跟人王蓋提亞的對決也相當精彩 不得不說 這遊戲裡人王好說歹說也是有100萬的血條量 雖然既然沒有那麼多 但黎香能以一個人類的姿態 在沒有任何資源的情況下 打掉這100萬條血 可以啦 讓個命令給他做了啦 然後製作組一定是馬修扣 有馬修的場景都畫得非常好 各種CG回收 以及馬修帶著黎香第一次走在藍貼下的場景都做得非常好 加福福拯救馬修的段落 改在ED以繪本的方式呈現 可以說是畫龍點睛 整體該有的都有 聲優跟動畫畫面也相當盡責 就是有一些劇情上 主要是醫生開寶具跟蓋提亞那邊 如果能再做得更生動一點 有更多迫切的分鏡轉折的話 我想觀眾在情感投入上會更有感覺 可惜了 這次整個劇場版的製作 沒辦法達到FGO第一部最終章它應有的高度 沒辦法成為那種 看了會讓人迫切想接觸FGO遊戲 僅僅是停錄在一個粉絲項的作品 這點我是覺得非常的可惜 不知道大家是怎麼看這次劇場版 冠威時間神劍所羅門呢 我是覺得就差那麼一點 就差那麼一點點 它應該可以更好的 真的是太可惜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麻煩幫我一個喜歡還有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接下來要看魔法少女伊莉亞的動畫 最近的劇場版動畫物太多了 看起來看起來